也在今年第一個8號訊號之下 市面較平日冷清 游帶日間進一步靠近香港 威力增加 風勢凌厲 維港海面勇起白頭浪 早上港島東區大風但沒雨 會否擔心危險和大風 這裡沒甚麼影響 為甚麼 我覺得這裡安全化 為甚麼安全化 很少想 因為這邊東南風 我吹東南或東北風沒甚麼影響 所以我可以下來 如果東北風我就不來了 整個泳灘掛著紅旗 有人冒險滑浪 一家大小的就留在海邊看海吹風 有附近的居民說沒有想像中那麼大浪 我們是蠔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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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蠔蛇的 因為蠔蛇很大浪 蠔蛇的 很小 因為正常更高一點 就是蠔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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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蠔蛇的 就是蠔蛇的 通常是蠔蛇的 這些都是蠔蛇的 這些都是蠔蛇的 不可能吹不正 尤德大部分時間都吹東南風 所以整個海灘這裡相當之當風 除了大風之外 海面的浪也非常之大 朝早的市區 天氣沒有預期感狂風暴雨 市民多了個不期而遇的假期 都難得的 這麼早就一家喝茶 錄了風球都不回了 今天一晚就不回了 不少市民有變相的假期 但是派報紙的人就說 街上人流少了 手上的報紙 平日九點就派完 今天到十一點 工作還未完 無線電視記者林彥邦報導 好